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等舱的座位配置是二个座位搭配一个座位 二等舱则是采用两侧各两座座位的方式 简言之 一等舱跟二等舱的差异性 主要在于两边座位之间的走道距离 其言如硬体及软体服务并无差异 马特洪峰哥塔别的公司大中华的去销售室 常总监陈多明表示 将于明年新推出的EXCELLEN TRACKLASS顶级舱等车厢 其座位配置为一加一 每个座位都是靠窗外 旅客可想完整的窗井 车厢设计以奥尔卑斯山峰前主轴 呼应叠到了沿途的深色美景 软体服务上也随之提升 如愿还有迎宾红地毯 另外还有行李服务 迎宾经营 料级行车期间的餐饰与饮品等 服务以顶级款待的理念为初八点 以期望透过全新的舱等服务 让旅人有崭新的宾和列车体验与全市 此外 为让旅人邮件体验 新的定期服务 全新的定期舱等紧提供策码 至圣母与此之间的全车程 有别日一等 二等舱车厢和预定短程车程 有限于夏季绿克增加 今年夏季开始 宾和列车在下午夹开两班 霞光列车版四 其中一车班是下午十四点十分从布里格 不为八车 抵达中点站圣摩尼茨 FDMORITV的时间为二十点五十八分 另一车班是十四点十六分从库盘 车出发 抵达中点站侧马特 ZERMATT的时间来二十点十分 旅客客院用心增加班次弹性旅行 配合2018年冰河列车时刻表的调整 除了以往的午餐 饮料 小时等餐饮服务之外 还提供早餐及晚餐的餐饮服务 陈多明表示 冰河列车计划 在2019年 新推出午餐便当 届时旅人有机会体验 新的便当餐饮服务 另外 旅人想新进及新手马特洪峰 搭乘葛内葛特登山火车是理想方式 今年六月起 各内葛特登山火车 推出新的优先上车的服务 育人可在线上或购票窗口 加购优先上车的服务 可享优先上车的权利 结合优先选择自己喜爱座位 如乘坐右侧马特城景 其一路由马特洪峰相随的右侧座位 优先上车服务的费用 上午班次为美人时瑞士法郎 下午班次为五瑞士法郎 可内葛特登山火车 今年六月起 推出新的优先上车的服务 旅人可在线上或购票窗 口交购优先上车的服务 可享优先上车 选位的权利 马特洪峰哥塔迭的公司提供 冰河列车是瑞士著名前受欢迎的景观列车 火车沿途景色迷人 马特洪峰哥塔迭的公司提供 冰河列车将于2019年3月 推出新的顶级舱等车厢 这时旅人可起燕丁客 列车新的服务 马特洪峰哥塔迭的公司提供 画片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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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